i like radio 中广流行网理财生活通 我是代班主持人朱继中 刚刚你们听到的好听的歌曲 是由高宇珍所演唱的 微微一笑的你很美 请大家今天一定要微微的一笑 我今天刚才已经微微的一笑 因为一来到中广 我就吃到了好吃的眼窝 没有一滴水 完全没有一滴水 整瓶拿来 没有一滴水还可以倒扣 这个当场就表演特技给我看 好那我吃到的是 广生堂的越南龙牙燕展冰糖燕窝 这个很厉害 就扎扎实实的一瓶的燕窝 这个我们要特别介绍 因为这个燕窝是首创 没有药水去清洗的燕窝 所以我在看到在发觉 燕窝居然很多燕窝 是用有药水的去清洗 那这个燕窝是没有药水清洗 然后而且它有一个离水挑毛工法 把这个毛都帮你挑掉 那同时呢 这个母亲节我就想说 这个应该是送母亲节一个蛮好的礼物 所以我刚才吃了一口 蛮厉害的 我正在考虑一下 好 那这个燕窝呢 吃燕窝 大家会想是不是不环保 好那可其实 它其实是一个天然的唾液酸 好其实对身体是很有帮助的 好所以 而且你要吃的是要这个零添加的 好零添加的 那所以这个其实是 它正常的一个分泌物 其实没有环保的疑虑 所以这个我也跟专家都请教过了 那我们这一档是跟广生堂连麦的两款即时燕窝 一个是龙牙燕窝 另外一个是军燕燕窝 一个是打开你就可以喝 另外一个是 哎你要用汤匙 好一个一个 一口一口把它舀起来 好那里面完全没有加一滴水 那不涨价 分批免费运送 那欢迎大家来订购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的资讯 请上网搜寻 毫无事急 获达中广客服专线 02-2362-1968 如果电话太多已经满线的话 我们另外一支客服是02-2500-5566 活动期间4月29号到5月7号 所以今天是第二天 欢迎大家赶快来订购 好燕窝的资讯分享给大家 好那我想我们今天的节目 很特别 我们要来介绍一本书 那同时我们的作者会来到我们的现场 他这本书叫服务革命 好那我想服务革命 对台湾人来讲非常重要 为什么因为台湾 其实我们大部分的人是从事服务业 我们的就业人口里面很大 一定的比例大概七成以上都是在服务业 那台湾的服务业必须要提升 那我们今天请到这个作者 Austin 好他是前美国运通的副总 吴伯良 他会来到我们的现场 那会来开直播 会来跟大家来讨论 那欢迎大家 这个一定要告诉你的朋友 一起来收听吴伯良 他的分享 好那我看了他的书 其实对服务业有很精辟的一些分享 那很值得大家学习 那特别是你会看到 谁是服务业 各位你知道吗 台积电也说他是服务业 张忠谋先生说 台积电就是一个服务业 虽然他有很大的工厂 你看到他很先进的技术 但他其实是在做服务业 为什么因为你只有 因为台积电现在做的这个服务 是全世界都没有人在做 你要说服你的客户相信你 而且拿高价 拿着他自己的产品的生命 来跟你一起去赌一种新的技术 你说这不是高级的服务吗 所以我们到底怎么来看待服务业 我觉得我们在今天的这个节目里面 会跟大家特别来分享 那欢迎大家 我们会开直播 所以请大家可以 找朋友一起来来听 那我相信今天会让你有很新的收获 甚至你还可以去比较 因为吴伯良会告诉你 什么样的三星级的 就是米其林三星真正的服务是什么 然后要怎么点菜 那有些高档的餐厅 你点你订不到餐 你怎么样可以订得到 你怎么去分辨 这个这个饭店 他到底服务好还是不好 你怎么去看 好那尤其甚至 你各位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打电话 给银行的客服专线 在那边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的 好那这些都是吴伯良 他自己有亲身的体会 他会来告诉你真正的顶级服务 到底应该怎么做 美国运通 他们是怎么做的 那我们想在第二段的节目 我们会特别来跟大家讨论这件事情 好那今天还有一则新闻 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看到了 今天这个有一个丹麦的富豪 叫Brun 他是一个黄油大亨 做这个油的 他在一百年前就立下了一个遗嘱 说他有一批收藏的什么硬币 还有纸钞 还有奖章 还有书 好这些珍贵的这些东西 他在1923年过世之前 他就把他立下遗嘱说 一百年以后才能够动这一批遗产 那结果在去年年底 一百年到了 好所以他的这些继承人 各位你看到这些继承人 一百年以后的继承人 他们在干什么 他们就想等着拍卖 好所以各位 跟各位报告 像我我就建议 不要留太多遗产给小孩 好真的 因为他们只会想着拍卖你的东西 那这个丹麦的富豪 他最后决定了这个事情 那一百年以后 这批价遗产值多少钱 七千两百万美金 所以等着拍卖 好那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也提醒了我们一些该注意的事 那提供给大家分享 欢迎谁回到理财生活中节目 我是代办主持人 朱继中阿宗哥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的现场 那我想今天我们还是先看一下天气 好那这个梅雨封面 深夜即将接近 所以大概 这个彭启明告诉我们说 在一千公里以外 有闪电列车快速 正在快速的接近当中 所以早上起来是阳光 好中午看起来已经有点云了 到下午的时候 可能就会出现雷雨 接下来会不稳定 所以接下来请大家 务必要出门的时候 雨具要带着 好那以免碰到这个快速的雷雨 好那这个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 好我们我想今天有很多的新闻 想要来跟大家讨论 第一个最重要的新闻 我想各报都有特别谈 就是昨天 昨天昨天有两个大新闻 我看到昨天在及时资讯上 就有很多人讨论 第一个叫日币 好去昨天日币 好日币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 这个谈生 好那这个谈生 等一下我们再来讲 那另外一个消息就在谈这个台湾家庭的财富分配 好那这个是因为 其实主机处 由政府他们每大概十年 他才会做一次这个家庭财富分配的这个调查 那这个民国110年 他用110年的资料 做了一个财富分配的调查 所以各位你会看到 今天各报都写了这一条 那大部分都在讲一件事 就是说民国80年的时候 这个财富最前面20% 跟最后面的20% 就是用五分位 你把所有的人 好所有的家庭 你就分成五等份 最高的那 那个20% 跟那个最差的那个20% 对起来看的时候 在民国80年的时候 是差16.8倍 但是现在是差66.9倍 好那这个我想大家想 用最简单的算术题 大家都想都很合理 各位你去想一下 民国80年 房子一瓶价格是多少 现在房子一瓶价格是多少 所以如果你的家庭里面 有房子的人 跟没有房子的人 差会差多少 好那你单单看这个 这个距离就拉开了 那更要想 民国80年的时候 你买的房子 你是买在台中 买在高雄 买在台东 买在花莲 还是你买在台北 好这个马上就 差非常非常多 所以 我常常在讲 我们的朋友圈里面 常常在讲 就是如果从房地产的角度 来看台湾 过去叫一个台湾 两个世界 好就是双北叫一个世界 双北以外地区 叫另外一个世界 可是这五年 这五年多来 这应该是说这五六年来 应该是说这晚近这十年来 其实台湾又变得不太一样了 为什么 因为跟着台积电 好跟着台积电 你就会发觉 其实双北的房价 有在涨 可是好像也没有涨得那么快 没有那么凶 那其他地方涨更凶 好那我想我们上个礼拜 好我来代班的时候 我们不是请了大全哥来 特别讨论这个议题吗 好各位 我们我还记得 我有跟大家讲 新竹香山 香山在哪里 香山你以前 你以为只会喝海 吃海鲜 好看海 没有 人家现在炒房都炒到那里 炒到香山的海边了 好香山的海边 房价都可以卖到二十几万 好那各位 你就是想 那台湾的海边很多吧 台湾是一个环海的一个岛国 哪一个海边的房价 可以涨那么多的 好 但这个你就会知道说 好那所以你就看 把时间拉长以后 财富的分配 那这里面我看到的 另外一个更 大家看到的是 所得差距的这个部分 但是我看到 有媒体报道 这个工商时报 我很佩服的一位记者 他特别解读了里面 他说你去看那个 最低二十percent的 那个家庭 更可怕是 他们还有负债 就是前面二十percent的人 他可能他的资产里面 很多人是零负债 但是后面二十percent的人 他几乎都有负债 他们的负债 还更高 各位你就知道吗 其实为什么大家要听我们的节目 要跟夏韵芬小姐学习 很重要的一件事 避免负债上升 贫穷不要世袭 那这件事情 其实你可以靠知识 去觅平这个中间的差距 家庭财富 各位 你从现实 你看到的就是这样 差了六十几倍 66倍 66.9倍 那有在前面二十percent的人 他们为什么会有 会起来他们的资产什么 各位还有一个数字 这里面就是你的 非金融性的资产 我们现在非金融性的资产 还是大于金融性的资产 所以大家还是主要靠房地产 在累积财富 所以我们应该要去 把它稍微挪一下 那各位你应该 你必须要去知道说 你的财富要增加 你必须靠一些工具 但是你千万不要去听名牌 不要闭着眼睛去买产品 你应该去想你的理财 你今天应该先解决 你的负债问题 接着去让你的资产 稳定的增加 而不是快速的增加 好吗 快速增加的资产 迟早会还的 好 各位你想看 我们上一段不是告诉大家吗 有这个遗产继承人 等了一百年 等到七千两百万美金 对吧 好东西要花时间等待 所以各位你要学会 怎么样去判断 你手上的东西是不是好东西 然后让这个财富的差距 可以米平 好 那我们看到 民国110年 是告诉你是 最差 差到66.9倍 好 66.9倍 那未来我们可不可以 透过这个数据 再去工作10年 我们再生活10年 接着我在这个 时间的长河里面 我缩短了这个差距 我不是说我们缩短了 台湾的屏幕差距 因为台湾贫富差距的缩短责任 是执政党 是政府的事 但我要在我的家庭里面 假设我现在跟那个最高前面20%的人 我的差距是 比如说是10倍或20倍 那我又没有办法缩短这个距离 那我们每个人要靠自己 不能等着靠政府 好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花了比较长的时间 跟大家分享这一则讯息 因为看了这个讯息非常有感 所以要跟大家来讨论 好 那另外一个讯息就是日币 好 这个日币的这个波动呢 非常有趣 那大家都前面一直讲说 日本政府你怎么搞的 你说要升息 怎么你说要升息 结果日币还跌 那他就说 因为美国不降息 美国老大 他就是把利息拱得那么高 他又不降息 我们就没办法 我们就被人家气如臂喜 那不是说你的经济好了吗 不是说你的股市涨了吗 哎 就不争气啊 大家都觉得还是只有美元资产比较好 那他会说 那你中央银行为什么不出来干预呢 他说哎 我们去年 你看我去年投了两百多亿美金 干预有用吗 还不是掉下来 所以不能跟大势对抗 好 所以你看日本政府放手都不作为哦 那大家就讲说 哎 那从150 152 好 欢迎回到理财生活中节目 我是代办主持人朱吉忠 我们看到今天的台股还蛮稳定的 那现在还是持续的在20511点左右 好 那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Kevin 好 林承映要来跟大家分析这个股票市场 那上个礼拜他告诉我们说 哎 各位你要观察一下 哎 那结果很快就反弹了 那这个反弹能持续吗 来 欢迎Kevin哥 是 阿中哥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 Kevin哥 那等了一个礼拜 你觉得稳定了吗 哇 这个行情谈得比我想象的还要快 那么但是呢 中间有一个美感 我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 就说 看指数来讲的话是谈上来 那但是我们如果把它拆解 拆解意思就是说 到底是什么股票在领涨 大家的焦点可能会放在比如说台积电啊 或联发哥这样的公司 其实这波段的话 基本上像台积电虽然有收上去 但是尾盘的话又出现卖页 包括像联发哥也一样 那真正的在今天 在这两天盘中领涨的 包括像是华南金 中信金 国泰金 玉山金 那电子股里面的话 有创新高的这个 比较全职比较高的股票 就是国具 国具的这个董事长呢 好多也提到说 他们要恢复到成长的模式 那么中信金的话 最主要题材是 他配股息一块八 哇这个股民呢 蛮开心 那像华南金 配一块二的现金 加零年一元的股票 表现的也不错 所以这样子的话 我想投资朋友大概是 有一个了解 指数是 我抬上来 那但是呢 原本的领先股 并没有出现 比较强劲的走势 那原本的主流股的话呢 倒也没有出现领涨 倒是由金融股 为主的族群 在做表现 那以前我们常常在讲说呢 股票的话是这样 到后面的话 常常会出现金融股 补涨或领涨的阶段 当然 比较令人伤脑筋一点 那老股民大概就有一个 概念叫做 拉金融出产业了 不过以这几点来讲的话呢 似乎还没有出现 这个比较不利的情形 因为我们看外资的话 基本上买超是有回容 过去的五个交易日 今天不算了 过去的五个交易日的话 五天里面了 外资是买超的四天 相对于在 三月下旬到四月中旬的 这个卖压的话呢 似乎卖掉的部分 有买回来 那但是这里也 回到我一开始呢 阿宗哥问了这个问题 嗯 接下来之后 看起来有谈上来 那对投资朋友来讲的话呢 应该如何来说 我认为现阶段的话 我们刚刚讲 就是说呢 股市有稳 但基金 不低 毕竟两万零五百点 说实在 并不算是一个 相对便宜 如果我们讲比较 专业的术语的话 我们目前预估的 这个台股预估本益比的话呢 有十七八倍 那五年平均是十五倍 我们这个地方的本益比 是高于过去 之前平均那个本益比 从指数 跟这个估值来看的话 就相对偏高 所以我比较建议 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 就说 那以原先手中的 这个持股的话 来做操作 但是呢 如果要加码 或者是要追加的话呢 基本上还是要比较 谨慎一点 那这几天呢 就是我想全球的投资人 在观察了一点 都是美国联总会的FOMC的会议 就公开市场操作委员会 预估的话呢 当然就是 目前市场上的公司 就是不会降息了 那但是不会降息的话 会不会透露出其他的讯息 比如说呢 在下半年 有可能什么时候会降息 那降息的幅度 跟降息的次数 会是多少 现在市场上很多在猜 但是慢慢的有一种 这个言论出来了 就是说呢 以后我可能利率不会回到 像以前这么低的水准 我想我们各位听众们 也有印象 在疫情之后的话 因为环境特殊的关系 利率曾经 像美国为主 是低到零的水准 那台湾的利率也很低 那后来的话呢 随着整个通膨的上升 跟这个经济的反弹 利率也快速的拉升 那很多朋友的话呢 就会去做一个猜想 那如果这降息 会不会又降到 像以前这么低的水准 应该不可能 对不对 对 目前来看的话 这个几率是不大 最主要是物价 物价也很高 不好意思 因为很多 甚至我看到有分析认为 就5% 5%的利率跟以前历史 假设你比20年前 或30年前 5%有没有很高啊 有人认为说 可能以后的利率正常 就慢慢利率会正常化 就在3%到5%之间了 你不可能再回到零利率 是 除非就说 那这个时候 如果假设这样的话 那怎么办 我想这第一个问题 就假设利率 都差不多就在 只降一点点 就在4-5%左右的话 那我的投资 我要怎么去思考 这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大家还有一个 我觉得最近大家最觉得 我觉得对 特别投资朋友 就是有经验的投资朋友 每次都听到五穷六绝啊 对不对 马上五月到了 对不对 一二二一要缴税啊 那我到底五月 要买还是不要买 还是干脆听凯文哥讲的 忍住 不要动 我会建议大家 就是说呢 因为这个阿中哥的问题 就分两个 第一个的话呢 就是说 现在我们怎么看 第二个 遇到五穷六绝 我们该如何来做应对 那我认为呢 基本的这个 我会的建议是这样子 就是说呢 之前有建议大家 就持股比重不要太高 那现在看起来 景气也的确是有恢复了 包括像新公布的景气 对着说它是绿增啊 像台积院公布的 这个制造业景气 也是往上走 所以呢 可以把这个持股水位 在回涨的时候呢 比如说提升到 中水位的水准 但是呢 如果要把它加到 比较高水位的话 高水位就是说 七八成 八九成啊 那这个时候 投资朋友可能要注意 就是说如果出现一个震盪 一个这种 不管是我们讲说 多头里面的甩掉啦 或中栈的修正啦 那有可能又是几百点 上千点的这个震盪的话 那投资朋友 你就要有心理 就要有这个预期了 就是说呢 环涨集结的情况 又会出现 那那个时候 你能不能够受得了 或者说上面上的 这个获利被吃掉 甚至于是变成亏损 那这个你能不能忍受 这个是第一个 我要提醒大家做留意的 那第二个的话 我们刚刚看到说 如果要做去做选择 五穷六绝 的确是比较不适合 去做操作 特别是缴税的季节 有一些这种 抛售的卖压出现 那在盘面上看起来呢 是开始呈现轮动了 就比之前比较没有涨的 或涨的比较慢的 足球的话去做表现 那我会建议 投资朋友呢 回涨的时候呢 去做加码 但是加码的时候 可能跟以前 就比较不一样 以前我会建议 投资朋友先买 这个全值型的ETF 比如说0050 或0056 那这一次的话 我会建议大家 先买中型的 中型就0051 或中小型的ETF 甚至于是 电头的ETF 或电头的基金 其实共同基金也可以 先买这个的话 单为自己加码的 一个基础或标定 因为看起来 指数的空间的话 是有限 但是因为景气恢复的关系 所以中小型股 中基大股的话 我认为会相对的活泼 那这是一个投资朋友 回档的时候 OK 好 所以Kevin哥 建议大家 指数空间有限 但是中小型股 值得留意 那特别是 有关中小型的ETF 那欢迎大家可以参考 I Like Radio 中广流行网 理财生活通 我是代班主持人 朱吉忠 好 我们今天 等一下两点钟 我们会专访 一本书的作者 服务革命的作者 好 那他这个 是之前 这个美国运通的副总 好 那他打造了 整个黑卡的这些服务 还有白金秘书的 这些服务 好 那所以他会来 跟大家分享 怎么样做服务 也好 那是顶级服务 我们应该怎么判断 那欢迎大家 等一下收看直播 好 那我们刚才 Kevin哥有特别分享 好 就是 当股票市场 涨到这里的时候 其实他有特别讲到一个 就是指数 再往上走的空间 可能有限了 可是中小型股 他的弹生的力道 可能会开始可以注意 好 那所以我想 这个也的确是 因为在去年 整个小型股的表现 是远不如这些科技股 很多这个科技的大厂 特别是在美国股市 你看到这个F7 他们表现的这个非常好 那可是接下来下一段 很可能是小型股 中小型股 就是一个可以表现的机会 那我们在上一段的节目 我们也特别谈到日币 日币 各位你看到昨天这个日币 这个跌到这个160以后 开始急速的谈升 好 那为什么呢 昨天其实盘中 还有一则消息 今天大家其实都没有太注意到 因为昨天呢 其实当这个日币 在往下错的时候 就是从15级 152 153 然后一路往下160去跌的时候 其实往下跌的时候 其实大家对这个货币 就是日币这样一直扁 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 他认为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很可能会引起一个波澜 为什么 因为当日币再扁下去 因为今年日币扁 亚洲的货币就会跟着扁 人民币就会跟着扁 人民币跟着扁 台币就跟着扁 然后你就会看到 一连串亚洲货币 全部都跟着扁 那在新一轮的这个扁值 下去的时候 其实对全部人的经济 所有你的机会成本 全部都要重新计算 这个会搅动 搅动大家 其实对整个市场 金融市场来讲 不是件好事 那所以经济学家 其实很担心是 引爆了这个新一波的 汇率的汇率大战 等于大家尽量贬值 这是一个问题 但是今年呢 是一个特别的年度 我想我们今年 一直提醒大家 今年是美国的总统大学年 所以在昨天这个日币 破到160的时候 当好有一则新闻出来 川普直接点名了 骂日本 他就说 你看看 这个拜登主线下的美国 软弱无力 碰到日本人贬值 日本人这样子 亲门踏户 这样来卖他们的汽车 这样卖成这个样子 你看一下 Toyota的车价 Toyota的股价 最近涨成什么样子 的确 这是我讲的 不是川普讲的 就是Toyota股价 真的有涨吗 对不对 Bloomber都在比较说 Toyota跟这个 Tesla的市值大战 我们上个礼拜 还特别讲 Toyota的确涨了很多 他现在正在 股价正在攀上 五年来的最高峰 他现在一步步 倒置甘蔗这样上去 好那川普就说了 你看这个 我们的民主党没用啊 让日币这样一路扁 然后让日本人大赚钱 这样是不对的 要是我 我上任的话 我绝对叫他们升职 好你看 所以日本央行 讲升职没好 讲也是嘴巴讲而已 川普叫他升职 他马上就升了 所以昨天那消息一出来 马上 那个盘中 那个即时讯息 那个川普的讯息一发 马上日币就开始谈 好到今天156.8 所以各位你就看 川普接下来就开始炫耀了 所以说你看嘛 我喊就有用 好的确 不知道他是不是川普手上也蛮多日币的 好这个 好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生意人 好那但是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点 好那日币贬成这样 他造成了什么样的效应 各位各位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些相关的新闻 五一是中国的这个长假 好五一的长假 结果日本日本就发现了 大陆人来了 大陆的旅客来了 哇这个 我的朋友最近才在群组里面传 他现在正在 他用这个日本 因为日本刚好也是在做这个年休假 所以他趁这个日本的年休假去日本玩 他就发觉 东京街头 因为这个上班族都去休假了 所以东京街头变得非常人比较少 所以他很高兴 可是呢 一旦你往风景区去 那特别是呢 大陆网友爱的风景区 哇那个人满为患 都是人密密麻麻 尤其特别是什么 他说去凹类 好去凹类全部是大陆人 而且更妙的是 我的朋友站在那个凹类观察 他说啊日本人也去凹类买东西 好日本人也趁这个假期去买东西 他日本人都去买burberry 好都买这些东西好 不应该我讲错了 日本人都买他们自己日本的品牌 但是大陆人呢 都是去买burberry 好去买这些精品 那这个也让很多甚至 最近这个华尔街的这些报纸都在讲说 日本现在已经变成欧洲人去买精品的 这个天堂 因为他中间有相当大的差价 大概有10个percent的差价 那你不但有10个percent的差价 再加上免税 好因为你的这个这个这个税 他还可以抵减 所以那你加起来的话 那个整个价格就差非常多 所以现在连这个LV的店的外面 都是欧洲人在排队 因为比在欧洲买还便宜 好所以你会看到的确日本的观光 在这一波整个日币贬值下去以后 让日本的观光整个复苏起来 那你也会看到这个就就我上次也特别讲 就是说日本政府他其实是有点刻意的 让日币保持贬值 好让他在疫情当中受伤的这些产业 好能够有一个恢复元气的机会 我觉得这个就是日本政府 其实他们在很多政策上面的拟定 其实蛮聪明蛮厉害的 好那这个是一个跟日本有关的消息 那另外我们还看到另外一个就是鸿海 鸿海转投资的这个科技公司SHARP 那之前呢鸿海买SHARP的时候 他有一个面板厂时代厂 时代线的这个借工厂SDP 结果这个SDP公布去年的财报 虽然亏损比前一年的减少 但是一年还是亏了1156亿日币 差不多亏230亿台币 好那已经传出来 鸿海集团为了止血准备把这个工厂给关掉 甚至或把它卖掉 好所以各位你会看到 鸿海其实应该蛮厉害的 鸿海买了这个借工厂 买了这个这个SHARP 不是要把SHARP整个翻转吗 结果看起来这个翻转 好像到目前就踢到铁板了 好所以你看到这个借工厂 好这个开始 还在持续的亏损 那现在这个鸿海可能要趁这个机会 好趁着日本的产业很多的机会 看看是不是把它卖掉 或者是把它关掉 好那我想这个也是大家 可以特别留意日本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I Like Radio 中广流行网理财生活通节目 我是戴班主持人朱吉忠 好我们刚才前面我有跟大家讲到 这个家庭财产的调查 好我们最前面20%跟最后面20%的家庭 他的资产的超 这个净资产的差幅差了66.9倍 那我中间特别谈到那个最后面20%的人 他的负债 那我把数字念给大家听 各位你听一下这个数字有没有恐怖 因为主机处的官员特别讲了这一点 他说在后面的这个最后面20%的这个家庭 平均的每户的净资产只有77万 整个家庭净资产只有77万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他们每户的负债平均高达405万 所以这个最后20%的人 他的平均负债一个家庭负债405万 我们全部所有的这些全部的家庭 台湾全部的家庭平均的负债是220万 所以最后20%的人 他的负债是我们平均数的两倍 所以各位你就知道说 你为什么会掉到最后20% 我不是说你 我说为什么有人会掉到最后20% 其实他很可能是负债过高 那今天即使在负债过高的过程里面 如果你今天是说 我是因为借贷去买房子 然后负债过高 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合理的去解释 然后你可以有一个合理的方法去把它解决 可是很多人是什么 是帮爸爸背债 帮朋友背债 是因为搞不清楚就签了那个做宝的事情 然后去背债 那这些人 其实我们应该协助他们解决 那我也 也也希望这个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 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 其实他们应该都可以出来 那千万不要让 特别是年轻的朋友 因为我昨天跟一个老板在谈这件事情 那个老板就跟我讲 他说现在很多年轻的小朋友 好所以各位 如果你家庭有子女 特别是在打工的这些子女 因为他很可能他不想烦扰你 他所以他觉得 他就自己想买的东西 他就自己买 他说去买机车的 买重机的 或者是打电玩的 都去怎么样 都去借钱 借钱 他说他们 他是一个宠物店的老板 他告诉我 他的店长还有副店长 有一些人负债都可以到一百万 我说怎么会负债一百万 第一个帮爸爸背债 帮爸爸还钱 再来一个 他买机车什么的 就去借钱 那借钱 甚至还去借什么 借二胎 好所以你就会看到很多 那特别是我觉得最恐怖的是 有一些地下钱庄的人 就找他们 就让他们就很方便的可以借钱 所以他说那些年轻小朋友都搞不清楚 明明是你借了一万块的这个债务 结果呢 你每个月付五千块 结果什么 三千块再付利息 两千块再还本金 你付的利息更高 所以你最后是被利息吃垮 那各位不要讲说我们已经不断的在媒体上讲这件事情 但这个社会里面还是很多人搞不清楚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去帮助我们生活周遭这些朋友 那各位你从统计数字也看出来 我们最后20%的这些家庭其实都是负债过高 他们负债400多万 我们怎么协助他们可以降低负债 我觉得这个是政府应该注意 也是我们可以帮助我们身边的人可以去特别注意 好那我们接下来来谈另外一个新闻 这个ETF的威力就看到了 这个ETF真的是太猛了 不但造成全民运动 00940这个造成的全民运动 甚至现在什么 现在保险公司都出现了保单解约草 好这个保发中心的统计 所以这个三月份 这个保险给付虽然冲上了历史新高 那但是受险的保费呈现净流出570亿 那这个为什么会这样禁流出来 后来他们发现是因为ETF成为强大的吸金利器 所以很多这个人 就是把美元保单把它节约掉 好部分保单把它节约掉 好那转投资到ETF上面 好所以各位你看到 其实大家为了要找一个稳定的收益 好就是到处想办法 好那大家就是甚至 已经去把保险拿去解约了 来做这件事情 好那再来一个消息 我想也是要分享给大家 就是中国的景气到底怎么样 我们看到四月份 中国的官方的这个制造业的PMI 是50.4币 上个月比三月稍微的小幅的滑落了一点 因为三月份大概是在53 好那现在到了51.2 好四月份应该是非官方的 就服务业的PMI是51.2 那上个月是53 那制造业的PMI上个月是51点几 好那现在整个四月的制造业的是在50.8 好三月份是50.8 现在是到50.4 好虽然有小幅的活楼 但是你看到它还是在50以上 所以就代表中国的景气 好稍微有一点上来 好那大家可以特别留意 好事实上港股也在涨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谢谢大家